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关于健康 so 怎么样我们 种健康的种子 大家还记得是不做 就是一样我们就是要 得到我们需要 我们想要得到我们的健康 我们可以用是不做 第一就是 我们要什么 第二就是我们一起找 一个人 也是想要得到他的健康 然后第三我们就是 Action 然后第四我们就是要 走咖啡冥想 那我可以给你例子 那个时候 我要去印尼的 我在飞机场我看到一个 一个女孩子 她是在不舒服 然后我问她 到底她怎么样的情况 然后她讲她是肚子不舒服 所以 当天我真的记得 我想要种健康的种子 所以我都赶快 问她一下 我可以不可以帮她 按摩 所以她得到她舒服的 想她要的 然后她很开心 然后我也是给她 一点建议 怎么样照顾她的肚子 那最后我都是 那最后我都是 有一小瓶的油 我都是送给她 我希望这个 油可以帮助得到她 然后我进了飞机 然后我都很开心 再想回去 所有的我很开心的做 所以我真的种了 一个很健康的种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 每一天我们可以常常 一直咖啡冥想 然后当我们早上起来 想到每一天 就是我们想要种健康的种子 那我们可以找机会 看我们的身边 有没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忙 特别在健康的 你们每一天可以做事不做 然后很开心的做哦 不要忘记咖啡冥想 是这样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 这个事不做在怎么样 种健康的种子 可以给你一个idea 所以再见